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上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了绘图的八大要点 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于我们刚入门的朋友们来说 基础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小鱼儿继续给大家分享 Mijuri绘图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用法 我们Mijuri的一个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Mijuri的一个官方版本 电脑版的一个首页 的话我们如果想要绘图 同样我们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Discord里面去 点击这样一个按钮的话 我们就可以登录进去 这样的话就直接进来了 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 如果还没有注册的朋友们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一定要注册一个Discord的一个账号 这样一个账号的话 可以用邮箱 也可以用手机号 如果你不想用自己的一个手机号的话 可以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去购买手机号 来注册都可以 据说是不贵的 好之后呢登录进来 我们还是同样要 创建一个我们的频道 好了之后呢 把我们的Mijuri机器人 直接把它拉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里面来 这边已经创建好了一个自己的频道 这里来到小鱼儿 这个是我自己创建的一个频道 这里左上角 这里能看到一个加号 我们还可以创建频道 大家看一下这里一个加号 点一下 绘图的话肯定是不止一种风格 比如说有匹克斯风 比如说有什么漫画风格 还有些写实 一个频道里面会图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混乱 我们可以给它分开来 比较方便我们管理 比如说这里是漫画 就输入一个漫画 创建频道 这里就有一个漫画的了 这里点击这个加号 我还可以创建 比如说是写实的 写实风格的 我就创建一下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创建了两个频道 要做什么图的时候 你就点击进到这个频道里面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在管理图片的时候 需要寻找图片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比如说漫画的我就到这里面来 那就开始教大家如何会图了 第一个斜杠 这个斜杠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电脑这个键盘上面有两个斜杠 有一个斜杠是在一个小键盘的上面 大家能看到 点一下斜杠 跳出来了 要点着一个斜杠 大家才能看到这一些指令 常用的一些指令 一些参数 点击这样一个 Image 那这个是什么呢 用的一个指令 Image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写提示词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我们用米尖利绘图的话 都是用我们的给它一些描述词 我们绘图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用的最多的 大家直接点这一个就好了 后面有个Plant 就是给提示词的意思 点一下它就跑到了 我们的对话框里面来了 这里能看到这里有一个 蓝色的一个小框框 里面有Plant 英文字 在这个后面 你看鼠标它在这里 它在动啊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后面 输入一个描述词 不要输到这个后面来了 明显蓝色的框框 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框框 就不对了 我们要这个提示词 必须填到这个里面来 我简单的输入一只猫吧 一直在森林中跑的猫 再提醒一下 我们必须要用英文字母来描述啊 米吉利还是支持英文的啊 中文的话它会识别不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找一个翻译器 找随便在这个电脑上面 随便找一个在线翻译器就可以了 一只猫在森林里面跑 这后面是它的一个英文 我直接把它复制粘贴 输入到这个里面来 好了一个描述词之后 我们直接点一个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它在开始让我们等待 现在是一个等待模式 绘图的话 这是一个公共的频道 所以我们是需要排队的 但是一般也等不了太久 建议大家在人少的时候去用的话 那么它绘图的时间会缩短 时间还是很快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慢慢的变清晰啊 这个图片从抹缝慢慢的变清晰 大家能看到啊 在这个上面能看到 我们刚才输入的一个描述词 在这个位置啊 看已经OK了 猫在森林里跑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在我们只没有给它任何的一个 要求的情况下 它生出来的一只猫 大家可以看非常的真实 而且是不同的几个场景啊 森林里跑过来的一个景象 花猫 麻猫啊 这个是个麻猫 这也是个花猫 那这是个黄猫 这最后变成了一只白猫啊 它不同的猫 四张图片 供我们来参考一个选择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能看到 下面出现了两排 两排字 排来是U1 U2 U3 U4 U1到U4就是代表啊 这四张图片 1 2 3 4啊 是一个排序 后呢 我们点一下啊 这个U1 这个U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点来看一下 等待一下 OK出来了 看到了哈 我们的图片没有发生变化 它只是把这样一张图片给我们放大了 简单的解释一下啊 这个U呢 就是放大图片的意思 那么U1呢 就是放大第一张图片的意思 在这四张图片哪一张好 你可以直接点击哪一张 比如说我点一个U4 可能是稍微有点卡 大家你觉得哪一张满意的话 你直接放大哪一张 你觉得这四张图片都不错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一个右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保存图片 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或者手机里面 点击一个保存 我们想要其中的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个U1或者U2 U3 U4 放大之后同样把它点开 点击一个右键保存图片 是太给力了啊 这个Mijuri确实绘图没话说啊 不逼了啊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看看一只活生生的猫都给你画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第二排 U2 U3 U4 U1 U2 U3 U4呢 同样是代表U2 U3 U4 当图片的一个排序 那这个U4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来看一下 我们要点击一个提交片刻 可以看到啊 其实时间是蛮快的 差不多不到一分钟 这个图就绘出来了 看到它的一个进度看百分之七十八了 3了 百分之百了 图片已经好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第一张 我们刚才选的是V1啊 对应的第一张图片 可以看出来啊 它是把我们的第一张图片 进行了一丁点的一个改变啊 就生成了类似的四张图片出来 猫呢 抬了一个脚 这只猫又换了一只脚抬 这只猫两只脚都抬起来了 这只猫也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张图片都有一点变化 刚才说就是它根据这第一张图片 生成了类似的四张图片出来 选择啊 如果说你觉得这第一张比较好 那么你让它再生成类似的几张 再来供我们选购 那我们选择是不是多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类似的 根据第一张图片啊 你选哪一张 它就会根据哪一张图片 生成类似的四张图片出来 这个后面的一个圈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是非常聪明的啊 这就是一个刷新件 我们点击一下看 要提交一下 帮我们生成 这里绘图真的没有理 它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你能给它描述词 它就能给你出图 已经开始要 猫要走过来了 这小鱼发现啊 中午用米结列绘图 速度还是蛮快的 为了省钱啊 为了怎么减少一些开支 我也是用的一个合租的一个 好 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 如何买一个米结列的账户的话 一个账号啊 一个 该怎样用最省钱的话 可以看一下上期的八大要点里面 一个选择一个米结列啊 该用哪种 比较合适又省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一 这一期的这个视频啊 里面有讲啊 用哪一种最划算啊 图片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颜色发生了变化 看一下第一组的图片 发生了变化啊 这这几只猫完全不一样了 那颜色也有一些变化啊 场景也发生了改变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会了一组猫的图片 会了一组 说你对这一组图片不满意的话 那么你可以点击这样一个键 这样一个刷新键 它会再重新给你生成一组这样的图片 朋友们应该听明白了吧 我们把它放大你可以选一下 你觉得哪一张最满意 我觉得第一张还不错 这个猫 我喜欢黄猫 第一张把它放大 右键保存 把它存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大之后 大家又能看到这下面的一排 二三四排按钮 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里小鱼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让我们觉得这一张图片 你不满意的情况下 你可以点这样一个键 一个键呢 它就是一个强变化 它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点击试一下 这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它就是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图片没汇出来 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就是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 图已经汇出来了 一个墙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还是给我们汇出来了四张图 颜色没有变化 我们参考一下 颜色没有变化 猫的动作都发生了一个变化 键也有一些变化 要一个强变化 你觉得这一张不太满意 那么你点击这样一个键 它会给你再重新生成四组图片 猫是没有变化的 只是它把它的一些动作和场景发生了变化 来我们点第二个 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 第二个是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 就是它的变化不是很大 变化不是很大 我们点击来看一下 点击一个提交 等待一下 我们能看到这个好像模糊 说的是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已经完成了 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动作是没有变的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抬着这个腿 都是抬着这个腿 变化不太大 它的动作变化不太大 它旁边的场景有一些变化 这个叶子大一点 这个叶子小一点 这里还要前面还出现了几根干柴在这里 是发生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 整只猫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第二个按钮呢 它是发生了一个微妙变化 你觉得这张感觉差点意思 想让它有一点点的变化 点击这样一个按钮 接着看第三个 第三个可以简单的解释为局部的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 箭头符号放到这里 我觉得它的这个角不太满意 那么我们就直接这样 可以看到你用箭头 我们框起来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被我们用箭头把它框起来的地方 我们选中一下 简单的说 你觉得哪里不满意 把这个箭头放到这里 我觉得下面我不喜欢 用箭头把下面这一块把它起来 我想让这个下面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就把这里给它圈起来 这个箭头符号 生奇迹了吗 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图片要出来了 刚才被我们大半部分圈起来的 这张图片要出来了 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刚才的圆图 都是这样子的 下面 你看它给我们重新做出来的这个图 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个角台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是这个角台了 那个角 还是这只角 但是它的前面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里长了几根草出来了 这前面 把这个草模糊了 这里又换成一个什么叶子在这里了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个指令我觉得非常的好 不满意就改哪里 OK 一个局部变化的一个指令 后面两个不常用 我这边就不点了 我刚刚点了一下这个 这个是缩小两倍 这边的话我已经提交了 在这里正在生成 那说一下 这个是缩小两倍 这个是放大 1.5倍 是制定义 缩放 就比如说这个图片 你想把它放大缩小 那么你就点这一排按钮 这里也正在 图片正在慢慢的清晰 米金里绘图真的新手都能变成大神 扩大的再给它点一下 这个确实是缩小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缩小两倍 看一下圆图 猫是这么大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 重新缩小之后 猫的猫是变小了 你也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学会用了之后 以后想要改变它的一个倍数 想让这个动物变小变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点击 缩小放大的一个功能 点一下这个自定义 缩小放大看一下 提交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缩小两倍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看这是扩大1.5倍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这个猫变大了 这个猫很小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一排上下左右的箭头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一个向左的一个按钮提交一下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如果说你对这些指令的话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给小月留言 也可以查看一下官方版本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官方版本的 这里有一个快速开始 里面有你在用密尖你遇到的一些问题 它也告诉你怎么样处理 包括指令的一些使用 在这里该如何使用一个Imagic 它跳出来这样又是什么意思 生成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包括我们一些U1U2 你看这里V1V2这些指示的一些使用 还有这里一些缩小放大一些功能的一些介绍 最后怎么样保存我们这个图片 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 如果说登录了这个密尖的一个官方网站的话 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些简单的一些使用方式 翻来它这里也有一个付费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工作需求来定 建议是建议我们新手朋友们刚开始的话 可以使用一个合租 我们是在刚刚开始学的一个阶段 说是花的钱太多了 那么感觉到肯定是不太好 小鱼自己都是一样的 你说我都还没挣钱就要花钱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租 会比较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这样一个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评论区 我会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下面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里面去找一个合租的一个链接 回来看一下这边图片有没有生成好 OK了这里 我们刚才点击的是一个向左的一个键 大家可以看 我点的是这一个向左的一个箭头 这张图片我们先看一下圆图 在正中间的 大家可以看这只包是在中间 两边的位置上下左右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点了左键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家明显能看到 猫现在是靠右边了 靠我们那个右手边了 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空空白的 看到没有 这里是空的 这左边空了很大一块出来 左边这里空了很大一块出来 可以就是理解为 它把动物往右边移动了 把左边空出来了 牛宽了一个位置 动物向右移动了 点一下这个向上 也需要等待啊 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 记得要给小鱼留言 包括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个视频 有上一次有录一个视频啊 这里面是讲的一个八大要点 如果说你对了 对这个Mijiri有了一定的一些基础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程啊 几大要点 我也介绍了如何以图生图啊 比如说你要上传一张自己的图片 想让生成类似的图片 或者说你看到谁有一个图片非常的好 你保存下来了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以图生图 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视频 还有当你不太会用提示词 不知道怎么写提示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视频 用机器人 用GPT来帮我们写描述词啊 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视频 看到这里了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注意一下小鱼儿 那么我的每一期视频你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现在看一下啊 这个图片有没有出来 哦还在正在生成 那说一下 比如说你觉得这张 比如说这张图片 你觉得他的猫的位置不合适 你想要移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啊 上下左右 我们都可以把它点击这几个按钮来调整 这里有个新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比如说这张图片我们都喜欢 你觉得还可以 那你可以点一个 让你给他一个赞 我们平时经常都在讲给个赞呗 我们就把它标一颗红心 说哈 米金里官网据说是 谁点的红心最多的哈 会有一个奖励 这个奖励具体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官网里面看一下啊 小鱼儿这里时间关系都不给大家 讲了 我们刚才点了赞跑到这里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成功的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上升出来的图片是怎么样的啊 但是呢 今天呢 时间有限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肯定它是把这个猫往下移动了 上面变宽了啊 是这么理解的哈 出来了 确实是我想象这样啊 上面变宽了 猫的位置往下移动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猫的头上空出来了很多位置 图片已经完成了 看一下啊 它把猫移到下面来了 把猫的头上空出来了啊 它是把猫往下移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猫头猫脚都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需要来调整这个图片的上下左右 小鱼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再来回顾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就是 那个对话框里面输一个斜杠 简单的啊 点一个image来啊 生成一个简单的一张图片 首先呢 我们讲了如何 讲了我们的V1V2V3啊 U1U2U3是什么意思 U呢 就是一个放大的意思 V呢 就是根据这张图片 生成类似的几张图片 先讲了啊 这个一个 让图片发生一个变化啊 怎么样变化 有微妙变化 有个墙变化 有个局部变化 还讲了这个一个扩大缩小 包括一个图片的上下左右平移的一个 的一个使用 我们这一期视频的一个全部讲解过程 今天的小鱼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 没有关注小鱼的朋友们 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啊 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 获取米金的一个链接的 可以在下面描述栏或者评论区去找一个链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